第三次提 小薰想測量所在地點的重力加速度值 於是以攝影機拍攝並測量相關數據 他將棒球以初速每秒24.0公尺隨時上拋 經過2.5秒後 棒球達到最高點 若此過程只考慮重力作用 忽略其他作用力影響 則此地的重力加速度值 約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那麼 這題不管我們是用代公式或者是畫圖法解決 最後的計算式都是回到了加速度的定義 加速度的定義就是我花了多少的時間 有多大的速度改變 我們計時開始 時間是0 那麼我們的速度是每秒24.0公尺 那麼經到2.5秒的時候到達最高點 我們的速度變成0 所以做完之後呢又變成-24 除以2.5 2.5是4分之10 也就是變成-10分之96 也就是-9.6 這邊會出現一個負號的原因是表示 我的速度與加速度的方向相反 我們一開始定義向上的24.0為正值 所以負號表示我們加速度是向下 而它的大小就是9.6公尺每秒每秒 因此 三人士提問我們說 則此地的重力加速度值 約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我們答案選的是A 9.6 大小的 好